讲一下广播并等待和广播的区别 那么我们比如说先找一个动物 那么我们呢 让它们相互问候一下 怎么做呢 我按一下滤旗 我呢比如说先广播 广播一个随便打个AA 然后我说你好两秒钟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 我们是密封 密封 按了滤旗以后 密封是直接说你好 直接说你好 它先呢管播了个AA 然后直接说你好 那么也就是说密封直接说你好 那么如果猫收到这个AA以后 猫收到AA以后 然后它也说你好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两个你好呢 是同时出现的 我们试一下 你好 两个是同时出现 那么如果我不用广播 用广播并等待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那么它是这样的 它首先呢广播出去 猫收到广播以后 说你好 先说你好 说完了 说完了以后 回来 回到密封身上 密封 再说你好 也就这个 广播并等待 是广播出去 等别人事情都做好了 再回来 回来 再讲 而广播呢 是广播出去了 就不管了 就不管了 不管了 所以这样呢 你会发现呢 它是猫先说你好 说了两秒钟以后 回来了 然后密封才说 你好 两秒钟 所以广播 和广播并等待 这两句话 有很大的区别 广播就是广播出去了 不管了 直接自己往下走 也就是说 自己只管往下 做其他事情 而广播并等待呢 必须 等那个收到广播的 这个角色 做完所有的事 以后回来 回过头来 才能够继续做自己的这个事 所以这两个 知道一下 这是这两个的区别